这里是山西长治 现在呢我要去五丰楼景区 这里的确切位置是长治市 上党区南宋乡南宋村 前面就是五丰楼景区了 过去看一下票价多少钱 票处在那个小屋子里呢 就问一下票价啊 这边是一个牌楼 上面没字 有双龙喜珠 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边在施工的 装灯的吧 这是彩灯吧 用雕车雕的 在五丰楼的对面 是个洗台 洗楼啊 就是如果大家 来过山西啊 会发现古戏楼啊 挺多的 因为山西散动嘛 至古交通的非常不便 所以呢 就是山西人比较爱看戏啊 再来这边看一下细节啊 好多的彩绘 对面呢 就是五丰楼了 那座五丰楼呢 最早是建于宋代啊 明万里年间重修 清代前路年间啊 再次修缮 1985年呢 又落架重修 才看到现在这片古老的建筑啊 看一下门口的石碑啊 有玉皇冠啊 就是其实这个五丰楼呢 是玉皇冠的三门 五丰楼的左边呢 是古楼 右边呢 是钟楼 看一下这飞檐条角 五层重叠 这每一层条角 还有神兵呢 进去看一下啊 无丧至尊 那为啥叫五丰楼呢 因为这里面啊 供奉的是玉皇塔里的五个姑娘 也就是她五个女儿嘛 分别是金凤 银凤 玉凤 采凤 翠凤 看一下啊 这就是桑木梯了 是一棵桑树啊 被凿成独木天梯 据专家称啊 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已经不能承载 真人上楼了啊 现在只能作为 人间与星际的沟通的桥梁了 还有一个牌子的桑木梯 刘天君 托尺不陷 接天树 玉立一魂 玉红莲 然后这边还能上楼啊 这个五丰楼还能上去呢 一次呢 只能三人 我就一个人 所以呢 咱上啊 看一下 这梁 金木梁 听 木楼梯 哇 看下这斗拱 出装啊 看下没 还能上吗 哇 还能上 这边还有个门呢 哇 啊 好低啊 需要低的头 哎呦 看下台阶 哇 一黄大里的我个女儿 五凤啊 所以呢 这种龙呢 叫做五凤楼 那边是细开的 哦 还能上来真不错呀 咱下楼啊 那边是个县艇啊 也叫拜庭 有一个牌匾 名神礼 咱上去看一下啊 这边有四根粗大的雕龙石柱撑起啊 是个视角方庭 这边呢 这边呢 是雕龙石柱 看一下啊 看一下县殿的顶部啊 是一个错终复杂的枣景 枣景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屋顶上的天花板 因为古代的建筑主要是以木质为主啊 木最怕的就是火 而在殿堂楼格的最高处呢 坐井啊 就是希望能镇压火魔的意识 以保佑建筑安全 下这个县厅啊 这四根横梁 只有这根横梁啊 有断裂 看一下 是不是啊 其他观点呢 就这根呢 它有断裂 但是看上去啊 应该也是人为的 是不是 它为啥要这样设计呢 前面呢 就是玉皇冠最核心的地方 灵霄宝殿啊 在西游记里面 人们对灵霄宝殿 还应该是不陌生的 灵霄殿呢 就是玉皇大地居住的地方 所以在古代的道家 宫冠里面 供奉玉皇大地的地方 也称之为 灵霄宝殿 咱看一下屋檐下的斗拱啊 这么多的斗拱 斗拱呢 一般分为三采斗拱 五采斗拱 和等级较高的九采斗拱 斗拱呢 每挑出一截啊 被称之为一采 在人们没发现这里之前 认为九采斗拱啊 就是规制最高的了 但是呢 这里却是十三采斗拱 所以这里高规格的十三采斗拱 也成为了天下第一 玉皇冠的建筑 斗拱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延长屋檐的粗檐长度 使得整个建筑啊 看起来更加的雄伟 健壮 并且斗拱越高 可以称托出屋内的高度 使室内的空间变得更大 这就是斗拱的作用 里面呢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呢就不进去拍了 这个林小宝殿呢是玉皇冠的最后一个建筑了 咱可以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这边呢是鼓楼 可以上去的 看一下啊 鼓 鼓楼 看一下外面啊 这就是南宋巷 这边呢是中楼 咱过去看一下 可以敲动的 行吗 咱出去啊 看别的地方还能参观吗 这个景区呢就转完了 咱出景区了 这次的山西之旅啊 也就结束了啊 因为现在距离过年 也没几天了 所以呢我就从这里啊 回河南了 过完年以后呢 咱继续再来山西 继续游玩山西 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啊 咱来年再见啊 我回河南了 咱继续游玩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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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继续游玩山西